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Luby 今天咱们标题是 大家请看条件控制文 什么意思呢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很简单 根据咱们编码中的某些个数值 某些个条件 来进行不同的逻辑的区分 来执行不同的逻辑 这就叫做条件控制文 这个其实每语言中都有 Luby其实和其他语言也差不多 你看他有if else if else if 但我后面还能应该加end 但是都因为是end 是所有的这个条件控制都要加 所以我就省略了 还有这个enless除非 或者说叫做只要不 这个可能不好理解 然后是case win 这个相当于Java里面的switch 这一会儿咱们都会看到例子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 首先说咱们还以这个NBA为题 咱们写上一个什么呢 他就叫做这个NBA球员工资的估算 什么意思 一般这个球员工资啊 怎么估算呢 都是要根据你这个平均每场比赛的得分来算 比如说 一个球员他平均一个赛季下来82场嘛 他平均每场得分15分 那么该是什么功夫水平呢 我这下面给人做了一个if else的判断 这就是条件控制文嘛 咱们看一下啊 我这这个得分是15分 让我这写了如果平均每场得分 大于等于30分 那你是顶级球员 所以说呢 你的年薪大概在3500万美元 对吧 如果否则 如果你不等于这个大于等于30 那么就走否则逻辑嘛 否则如果你大于等于20 每场得20分 这也行吗 那你这年薪呢 大概在2000万美元 当然现在因为这工资贸高了 可能这个大于20分的话 可能也是属于3000 至少得3000万美元 也有可能啊 但是我是给你举这个程序例子 跟实际的NBA其实有点出了啊 这工资 好 那么他说 我既不大于等于30 也不大于等于20 那怎么着 那说我小于20呗 那怎么着 这写打上了吧 那中产合同吧 中产多少钱 800到1500万左右吧 这算是中产合同 现在工资贸真的是高了啊 好 这是一个判断逻辑啊 接下来买这个游戏吗 另外一个游戏 另外一个这个判断啊 咱看看啊 我这有一个叫做什么 绝地求生 卖多少钱 40 好 然后咱们判断 首先我先给您说一下 这unless吧 跟if是一样 都是 这个if是if else unless也是unless else 他不一样就是在哪 if呢 是说如果是真就执行 unless呢 是如果是假才执行 才走下面逻辑 好 那咱们看一下啊 比如说 我的这个 绝地求生 这个价格多少 40 那么40 小于不小于50 小于 小于是什么 是真 是真 他不走逻辑 他就走下面逻辑 if如果 只要是if的话 因为我的这个 绝地求生 40 小于50 他会走下面 这个if的逻辑 于是unless的话 只有这个条件 为假的时候 才走这下面的逻辑 很难理解啊 反正我这么多年 编码经验啊 我从来没有用过unless 不管是哪种语言 我都没有unless 但是呢 作为一个知识点 给您介绍 您之后 我劝您啊 别用 为什么 读起来太费劲吗 这个我把它理解为什么呀 unless是除非吗 但是不要理解为除非 理解为什么 理解为大家 请看我这写了 理解为只要不 什么意思 比如说用这句话来说 只要绝地求生的价格 不小于50 我就走下面 什么叫不小于50啊 比如说这个卖100 它不小于50吧 只要它不小于50 我就打这句话 打什么 打什么话 就说绝地求生 这个游戏虽然好玩 但是价格太贵 卖100吗 我还是玩学习版吧 一说学习版 大家都知道啊 那么如果它为真 它应该是走下面逻辑 比如说现在40 40比50小吧 为真对吧 为真不应该走这逻辑 走下面逻辑 什么意思啊 就小于50的时候 打印绝地求生 降价了 大家要知识正版 剁手买 unless 只是作为您一个了解啊 我推荐您不要在代码中使用 为什么 可读性很差 还得动脑子去理解 这个关键字 没必要 好 咱们再讲一个啊 K-Spin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常用啊 您一定要掌握 比如说 今天咱们例子是 今天是星期几 我只写上一个 weekday是零 我规定这个试验 就是说零或者七 代表星期日 否则呢 123456 各代表自己的星期几啊 下面呢 就是这段代码的逻辑啊 咱们看一下 如果是零 比如咱是case 跟上这个weekday这个变量嘛 然后我问了啊 当这个变量是零或七的时候 打印星期日 对吗 跟实际上一样 如果是这个变量 是一的时候 打印星期一 这个变量是二的时候 打印星期二 依次类推 六的时候呢 打印星期六 如果说 我定义这个值 超出了零到七范围了 十 那怎么着 它走着IOS逻辑 叫做什么 没这一天 报过错 这就是case1的逻辑啊 同时我来给你讲一下 这个错误 这个提交错误的逻辑啊 好 咱们马上试一下这个代码啊 最近我做这几个Ruby课程 好像这个时间都有点长啊 一开始我想控制在五分钟 现在感觉要介绍的质量比较多 所以没法控制了 好 来啊 OK 马上运行 马上试一下啊 好 我挑Ruby 空格 然后呢 test.Ruby 回车 好 咱们看啊 咱们先看这中产合同 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 平均分多少分 15分 它既不大于等于30 也不大于等于20 只能走向着中产合同 比如说 我改一个 现在它平均分是25分的话 再运行 哎 怎么样 一年2000万合同 没问题吧 好 如果它是MVP级 大于30 比如说厂均得分31 没问题吧 这绝对MVP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就是年薪 3500万 没问题啊 好 再往下抗 这是一番二次判断 接下来 是这个NLess 我真不喜欢 现在咱们打印什么 大家请看 GD求生降价了 知证版买啊 就这个嘛 它小于50 那么呢 只有是假 才走NLess 它是真 跳过去 走ROS逻辑 打印出 降价了 知证版 多说买 再次重申 NLess 不推荐 您在这个 知识工作中使用 阅读代码 让这个代码 口头性 降低几个层次 所以说不推荐 咱们就一带而过 好 再看 今天是星期几 我给的零 给的零 要走Case Win 0的这个逻辑 打印出星期日 那行 怎么样 打印出星期日了吧 比如说 在随便赶啊 比如说 我打一个3 那就应该打印出星期三 看一下 没问题吧 week day 走 等于3的这个逻辑 然后呢 打印出星期三 没问题 然后 我如果超出零到7 该怎么办 试一下 比如说是失散 诡计 可以吧 试试 go 大家看怎么样 爆了一个 这个exception 错误 打印出没这天 这个错误怎么出的呢 就是我用这个 Raze语法呢 在这个Ruby中 做了一个例外的实例 然后这例外的内容呢 叫做没这天 然后呢 在空中 咱们就能够看到了 这就是大概 case Win的使用方法啊 应该不是很难 这个是在每个语言中都有 仅仅是这个 关键字写法不一样 比如说 Java中叫switch 对吧 VB中叫case VB中还一样 但是VB中 VB中叫select 这个地方叫case 稍微有点区别还是啊 不过呢 应该不是很难 没什么语言呢 都是相通的嘛 对不对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介绍的 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 看中国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供您下载观看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放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